怎么现在这个时候会有所谓让三席这样的传言出来呢 可以感受得到国民党对于宋主义的参选真的是倍感压力 那么抛出这样的一个议题 一方面是出善意 动之以情 看能不能拉拢局营 组合派有一些合作的意愿 不过国民党恐怕也面临到他们自家大佬们都不相挺的内忧困扰 昨天马总统出席世界台商总会造势场合 首度等到的荣誉主席吴伯雄现身了 但是连战还是没来 见到蓝银所面临的内忧外患 有国民党立委就忍不住抱怨的 说他们真是快得到忧郁症了 马吴在台上喊 台下吴伯雄也很佩客 只是身为国民党荣誉主席 却等到选战快倒数一百天 才首度和马总统同台 两人并肩坐 趁机修补 最近因为宋楚瑜要参选 被耳语拉远的感情 原本马总统想渐行渐远的大佬们 都被一一敦请回来 但大团结场面 为何总见不到另一位荣誉主席连战啊 他们应该在后续的几场都应该会来出现 但是是不是会同台 你要看彼此的时间有没有配合 清廉人士都不想受访 倒是国民党讲得好笃定 毕竟打选战得先安内再攘外 面对民进党蔡英文已经够头大 蓝英先把目标锁定宋楚瑜 软硬兼施 传出连部分区都愿意让三席 其实南京有一点都得到忧郁症 每天被他这样子疲劳轰炸 宋楚瑜选总统有步骤吵人气 已经让国民党立委Ki Moji很差 国庆整合只闻楼梯响 却先见到国民党内压力锅正在冒烟 下令新闻 压寿经理正道台北报道 压寿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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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寿经理